我們來看看這個函數左右極線的定義 我們第一個看函數的右極線 函數右極線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當我x從右邊靠到a的時候 那麼這個函數就會靠到l 那我們就是說當x趨近於a的時候 這個函數的右極線是等於l 這是它的示意圖 它的示意圖 就從這邊靠過來的話 那它就從這邊靠過來 那這裡它也有可能震盪 那我們用H龍德塔的語言來表述的時候 就是說 我不論這個H龍取得多小 所謂H龍取得多小 就是說mx 我要求被l有多靠近 我就對於所有的H龍 大雲 我一定可以找到一個區間 這個區間的話就是用德塔代表 這大雲 使得 使得什麼呢 使得x 它呢小了多少呢 a加德塔 然後呢 或者是寫成 x跟a的距離小了德塔 大雲 就是說x在這個區間裡面 所有的x帶進去 它的fx都在這個區間裡面 都能夠有什麼 都能夠有fx 跟l的距離是小的s 這個要取絕類值 為什麼 因為這個函數在這邊 它有可能這麼大 有可能呢 一會兒 比l大 又要比l小 所以這個要取絕類值 好 那左極線一樣的定義 當x從左邊靠近a的時候 那麼呢 fx就從什麼呢 就 當x從左邊靠近a的話 fx就靠近l 這個l現在寫在這裡 這個就是它的什麼呢 左極線 那用x從德塔的語言 來表述的話 就是說 對所有的x從大雲 一種大雲的話 就是說 每一個x從 我要求 這個fx跟l有多靠近 那我就可以找到一個區間 這個區間用德塔表示 大雲 那死的什麼 死的呢 這個a-x 這個 這個要小以德塔 大雲 這個時候的話 這個時候的話 這個 左極線的話 看喔 小以德塔 就是說 a在這裡 那這個吧 這個是等於a-德塔 三個 x 介於a跟a-德塔 之間 這個x A-x 它要大於 但是小於多少呢 小於這個德塔 使得 在這個區間裡的 在這個區間裡面,這個函數它都在這個區間 這個是L,這邊是L減掉S 都能夠使得Fx減掉L的話,它是小S 也就是說Fx跟L的距離它會小S 這個我們就定義成多少呢? 定義成是這個函數的左極線 不過這個要取決類子 在這裡的話,我們這個函數的話 在這邊的話Fx都是比L小 但是它有可能在這裡震盪 當它在這裡震盪的時候,它有時候會大L,有時候會小L 所以這裡要取決類子 好,那這個就是左極線的定義 那極線的定義,之前我們有講過 之前的話就是這兩個加起來 這兩個加起來就是這個取決類子 我們之前不是有講過 就是說,當X趨近A的時候 Fx極線是L,它的意思為止 它意思是說 對於所有的X都大L 我存在的λ 死了多少呢? 死了X-A 它是小εΩ 那這句話包括這兩句話 包括了右極線跟左極線 折什麼? 折Fx-A 就像極限存在它的意思 就是左極限等於右極限 兩個要一樣